大家好,我是首档,欢迎回到乌龙派出所系列 今天这期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虽然只有在漫画中登场,却是相当有名的角色 人称漫画般的小挺同天格属职工的 与唐春 那么要说小春从来没登场过 动画也不太对 毕竟在The Final的OP里小春就有登场 诶对,没错,就是那个让各位只看动画的观众们 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的黄头发小不点 他就是小春 虽然他这个登场的时间长度 就跟只有在掉马子对决中出现的早姨女一样 根本不会被人记得 但不管怎么说都还算是有登场动画 而且从画面中也能感觉得出一点点他的性格 相较之下 周四你好惨啦 虽然人家从来没登场一般结束 但人家至少还登场了Final OP 就连几乎是因为你而间接登场的日光月光 都有登场在这个OP当中 而你明明在漫画中是一位足以比拼立直的女主之一 却连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让我帮你写个铲子 小春初登场于台版漫画第九十卷 他一登场时刚好是在卫装城买家和走私集团的交易 并借此打算将整个集团一网打进 但很不巧的是他们的交易地点 竟然是在阿良和周川要去的相声剧场门口 那因为阿良平常不管是上班休假 几乎都是穿着警察制服 导致走私集团的人一看到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跑来 还以为是行机败肉 直接掏枪就想把人干掉 那当下还不清楚阿良是谁的小春 为了不让这个在他眼中的菜鸡警察受伤 瞬间就掏枪把犯人受伤的枪给打掉 接着又在另一名犯人想要抓一般民众当人之时 小春再度瞬间开枪把那人的枪也给打掉 并上前将其逮捕才阻止了一般民众的伤亡 只不过这也因此让他们的同伙趁机逃走 那么一开始见到小春的阿良本来以为他是大阪府的刑警 但在他自爆身份后才知道他是比自己小一阶的大阪府通天阁属交通课的巡查 而说到这个通天阁属包含小春在内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股强烈的东西对抗心理 东西对抗也就是日本的关东和关西两边 会在文化和个性上甚至是一些日常习惯上的差异去互助 比较来分谁好谁坏的对抗 这在很多作品中都有呈现 像是我上期影片烘焙网中的盒内 就很常被里面的角色嘲讽说 你这个关西人这种有点像是在说 你就是怂啦没文化之类的感觉 相反的对关西人来说 关东人尤其是东京人就是一群爱故作高尚的蠢蛋 那现在在现实中文化上的差异肯定是有 可是还有没有那么爱这样比较我是不知道 但刚刚说的这个同天阁属 基本上就是聚集了所有爱这样比较的人在里面 所以他们才会在听到阿良和东川来自警示厅旗下 就直接称阿良他们是东京仔 甚至还以为阿良是因为嫉妒自家的半身棒球队获胜 才会特地来到大阪反开办案 那为了强调关西人那大喇喇 且自由奔放的性格 小村所在的同天阁属 从外观上就跟其他简属与中不同 像是什么把整栋大楼七属黑白双色 还是装上一只和螃蟹道乐同款的大螃蟹 又或是向上加装一层围剑 又又或是把门口弄得像澡堂一样 被阿良先弄成就像是鬼屋一样 而同天阁属的内部更是惊人 什么爆纹沙发水晶吊灯酒柜吧台喷水池 一样一样都来 就像是个高级酒店还是赌场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是一间警察署好吗 再加上里面的警察更是一个个都悠闲 自在不光是看不到有人在办公 里面的人更是在听到了放跑了走私集团的消息后 也都只有啊那还真是可惜呀的反应 其中苏章本人最为夸张 他刚一登场竟然只穿着一条内裤 就在练习要在尾压时表演的相声 甚至在得到了走私集团在关西机场安置了炸弹的消息后 他还叫所有人先排练一轮尾压节目才能出动 这也让平时最不认真的阿俩都直接傻眼 那好不容易终于出动 却因为警车全部报修 所以只好全员搭电车前往现场 而路途中每个人就像是要去远逐的学生一样 丝毫没有紧张感的在电车上玩得起来 到了现场他们又不知道干嘛的为了搞笑 穿起了棒球队服走进机场 然后为了办案又再度换回警察制服 让人整个无法理解这些人到底是在干嘛 你干嘛 更扯的是啊 好不容易在犯人自己耍白痴的情况下抓到了他们 但在阿俩为了追回装有炸弹的行李箱时 将犯人推给署长时 这个署长又不知道干嘛的把犯人推给了署内警察 而这些警察又有样学样的在把犯人推给了路人 让这两个犯人有机会拿着也被这些白痴警察丢在路边的五亿元现金逃跑 接着又在需要用异化弹来冻结炸弹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会操作异化弹 这些白痴就全部自暴自弃的 直接逃跑留下阿俩一人解决 最后在阿俩毫不容易解决了爆炸危机后 这些白痴却又为了想要独吞武艺鼠金 拿出了行李箱把装有炸弹的行李箱拿回了树里 接着炸弹引爆通天阁属直接毁灭 但他们很快又盖了一栋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警察署 甚至在之后台版漫画底129卷 他们还很好心的为了什么遏止东京的汇款诈骗 特地到公元前派出所的隔壁设立据点 总而言之啊通天阁属就是各方面来说都很乱来的一个金属 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他们常常会为了搞笑去做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损失 当然法规什么的也几乎都直接无事 办案时对他们来说只有两件事 搞笑和必须抓到犯人 至于方法什么的随意就好 只要是为了阻止犯人逃跑 就算是直接拿RPG轰他都不成问题 也因为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太过乱来 让他们有了一个浪花的粗犷奇异的恶民 在黑道中广为流传 说是绝对不能惹到他们 因为他们比魔鬼还要恐怖 甚至就连阿良待在那也最多只能待着三个礼拜就是极限 除了是因为那里的人啊都只会讲大阪强外 最主要还是因为阿良那老街男孩的性格实在是太适合那边的工作 他还被当地人称为通天阁的阿良 也因此他就被要求一天24小时都要值班 那都被强迫工作成这样了也怪不得阿良会想逃跑 但阿良虽然无数次尝试想要逃走 却都被部下的天罗地王给抓了回去 好不容易在待在那的第三个礼拜后让阿良找到机会跳下海中 从大阪弯连续游泳游了三天三夜后 回到东京湾他才算是成功逃脱 至于后续在公园前派出所设立据典 我认为只是作者想让小春等人能更合理化的登场 而不是每次都需要跑到大阪他们才有机会登场的一个操作就是了 那说了一堆有关通天阁属里的东西都忘记这期的主角是小春了 但没办法有通天阁属就会有小春相反过来也是一样 而小春在漫画中的定义其实就是女版阿良 这点从两人的背景设定跟剧情演出就能看得出来 像是家间平寒这点小春是位在大阪千日前中央通的小巷这里开串烧店的 那可能是为了让人一眼就感觉到他家是贫穷的 作者故意把他家设计的跟周遭的水泥建筑不同 而是用各种破铜烂铁组合而成的三层组合屋 让你一眼就可以感受到那种他外观虽然破旧 但却能感觉到一种什么都要来一点的味道 也因为从小就很贫穷所以小春也非常爱钱 但这更多是体现在他那一毛不拔的铁公斤性格 像是只要看见各种人家不要的破铜烂铁都会被他回收改造再利用 又或是因为觉得吃完的优弱乳盖子丢掉可惜 就直接被他改造成快速上膛的弹夹 然后还有什么为了省钱宁愿走路不搭车等之类的 各种不想花钱的铁公鸡行为 但他几乎不会有像阿俩那样想不择手段赚大钱的想法 应该说就算有光明正大给他拿钱的机会 他都会不屑一顾 最直观表现这点的就在台版漫画第93卷 小春虽然有着一个在赛车比赛中拉到第一名的梦想 但他不光是不接受身为专业赛车手中穿的指导 更兼职的一定要用他那台东平西筹马力还只有118匹的赛车跑赢比赛 按他的说法是 200匹马力的车子赢过118匹马力的车子开行在哪 他说想要的获胜并不是那种 就算要砸几十亿下去都没差 只要能研究好的获胜 而是靠着自己这台虽然破旧马力也只有118匹 但如果能发挥整台车100%性能 就有机会与有钱赛车一战资本的获胜 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结果 那在这话的最后虽然很惊险 但他还是不负众望的取得胜利 完成了自己和朋友们的梦想 而输给他的专业赛车团队 在看到了小春身为赛车手的直直后 想用一年一千万的签约间 邀请小春成为自家选手 但被小春煞爽拒绝 他还表示才不稀罕那些钱呢 且在之后台版漫画第98卷中 小春在成功逮捕地下钱庄的老大后 看到满天飞的钱也完全不为所动 并表示不管再穷再贫乏 人啊绝对都不可以输给区区的纸张 从这也就能看出虽然同样身为穷人 小春和阿俩光是在这点上就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但如果看向行动力的话 小春和阿俩就真的是很像了 两人同样都是动手动脚的速度比动嘴还快 且同样都会为了逮捕犯人去做一些不要命的举动 像是什么跳上直升机 然后用绳索加手锅和手枪直接勾停为一 让直升机失衡坠毁好来逮捕犯人 还是什么为了不让犯人开车逃跑 用绳索勾住车子被拖行到差点撞墙时 靠着离心地踩着墙壁跳上车顶 然后用枪抵着犯人的头 要他停车等举动都能看得出 小春的行动力真的一点也不出阿俩 而且小春开枪基本是没在犹豫 他家署长就曾说过 小春一年的开枪次数高达800枪之多 是日本女警中开枪次数最多的人 完全不逊色于号称日本第一开枪数的阿俩 不是不是不是 就算开枪数输给阿俩 你这开枪次数也比全日本警察开枪总数还多个130倍好吗 那小春不仅开枪开得多 他从掏枪到开枪的速度也比常人还快个0.4秒 他的射击准度更是夸张 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 也都是远超奥运金牌的水准 这也让他在逮捕犯人的行动中 时常都能一枪就把犯人们的枪给瞬间击落 甚至是攀在直升机上 他也能一枪就打中螺旋桨的要害让直升机坠落 那据他所说 这是因为他从小闲着没事就会练习 用筷子夹蚊子或是长眼 所以他的动态势力才会那么的好 那虽然我说小春的射击准度 有着远超奥运金牌的水准 但实际上他最后拿到的却是铜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 这点呢就要看向台版漫画第94卷 也就是小春是如何当上警察的故事 小春之所以会想当警察 在这卷中的描述很少只有说到他很有争议感 还很有行动力而已 但从他在漫画中的整体表现来看 大概可以推测出是因为 他从小出生在大本老街和当地人的关系都非常要好 还时常会替当地人处理各种问题 也因此为了能更好的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才会成为警察 然而小春最一开始报告警察并不顺利 因为他的身高只有145公分 比规定要求的155公分还少了10公分之多 他也因此被面试官评定没资格参加考试 但好在当时浪花署长仍在现场 硬是要求了面试官以每抓一名犯人 就算增加身高1公分 当达到10公分时 就必须同意让小春参加考试的条件 给小春一个时机评测的机会 而小春当然也不复状况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逮捕了10名犯人 且因为当时他还只算是个实习生 一直逮捕犯人的司机也被新闻大事报道 使得面试官不得不同意让小春参加考试 小春也在通过了考试后进入了警察学校 那也因为小春在警察学校时的射击成绩太过优秀 小春受到了奥运竞技协会的邀请 并正式代表国家参加奥运 最后他也完成了和署长说好要夺牌的决定 夺了个铜牌归国 也在这一刻大阪辅警对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不光是替他办了个盛大的阶级场面 还替他办了盛大的庆功宴 并决定让他直接晋升两个阶级 只不过除了阶级这种简单的欢迎会外 小春不仅没去参加庆功宴 还拒绝了两阶级的升线 这也让他就此被扶紧盯上 但因为总有着浪花署长的撑腰 所以他才至今都没出事 而一直维持着破案率100%的小春 在那10公分之后 逮捕犯人来增加身高的技术也没停止计算 直到这个第94卷时 已经计算到了4公尺高 也就是加上最初的10人 小春致辞职已经逮捕了将近255名犯人 绝对可以算是非常优秀的警察 至于为什么小春没取得奥运金牌 在这话的最后 中川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然后说小春的实力绝对能拿到金牌 这点是自己在遇到了当时 跟他同场较劲的对手 并从他口中得知 小春在准决赛时是故意失误 输掉比赛最后才会去争夺季军 才不是最一开始在第90卷 说的什么静止不动的 把自己不擅长之类的屁话 那小春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在跟他比赛的那个女孩的国家中 只要取得金牌一家人就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的除了金牌外 其他都没有屁用 也因此他才会那么努力的爬到那个位置 那既然小春跟署长的约定只有到夺牌而已 至于是什么牌都没什么差 所以他才会故意失误 虽然这是一个在一般运动漫画中 很容易被那个被放水的对手喷说 我才不需要你这种同情了 的理由 但从小家境就不富裕的小春 是真的很能理解 那种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感受 才会做此决定 那就结果来看 小春虽然只得了铜牌 但他本来就只想当警察 多不多牌对他来说根本没差 反正只要有完成和署长的约定就行 再加上整个大阪附近也都非常开心 各方面来说都皆大欢喜 没有什么好调剔的 而且从那面铜牌最后还被拿来当杯垫 又你就知道小春和他家署长 真的不是很在意有没有那面奖牌 到这边小春和浪花署长的关系 也让中川觉得就某方面来说 很像阿良和所长的关系 两人都很会告示 也都有的一位很可靠的上司 帮忙打下所有的事 差就差在对小春来说 浪花署长就是让他能够成为警察的恩人 也是他最喜欢的人 所以即使小春的成就早就足以回报浪花署长 但对他来说这都还远远不够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他有机会升迁 也都拒绝的最主要理由 因为对他来说 他只想一直待在浪花署长的旗下 那对阿良来说 署长当然也同样值得尊敬 也同样是帮阿良挡下各种上头压力的恩人 但阿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恩土豹的心 当然硬要说的话 有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偶尔那一两次而已 甚至可以说 这偶尔一两次根本不足以抵消阿良制造麻烦的速度 这也才会让中川觉得两边明明就很像啊 情况怎么却是完全相反 接着来讨论最多人说 小春就等同于漫画中的小体这点 那或有人这样说是因为多数人的印象中 这两人整体的设定感觉起来非常相近 没错 如果不了解小春的话 真的会有两人真的很像的感觉 我本来在做这期节目前也有这种想法 但在仔细看了小春的剧情在理解了这角色的整体性格后 在我眼中的小挺完全不等于小春 两人真的是差太多了 小春更像是我前面说的女版阿良 如果硬要比喻小挺更像漫画中的谁的话 也只能是七分找一女三分小春 虽然他们两人同样都喜欢中川 同样都讨厌阿良 同样都很男人活蛋在中川面前会装少女 还同样都很熟悉没有都市女孩的样子 但小春虽然是因为帅和有钱才喜欢中川 可是他真的就只喜欢中川 反而小挺虽然老是说喜欢中川 却还是很常去调其他的有钱帅哥 并没有小春来的专一 而同样都很熟悉没有都市女孩的样子 这点比起小挺会用各种方式去掩饰自己来自乡下的事实 小春反而完全不在乎别人知道自己家境平安这件事 甚至在成为警察后为了调查案件 去打探各种情报时理解到了中小企业经营时的各种优缺点的小春 更以此为傲完全不认为需要去成为什么都市女孩 这也因此让在认识小春后的例子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当然这也不是在说小挺就比小春还差 小挺当然也有着他自己的优点 像是...像是... 呃... 啊反正你们都知道的嘛 应该不用我多说才对 而小春虽然大啦啦的感觉让人很好相处 在很多事情的行为和原则上也真的都很让人值得尊敬 但其实你也必须跟得上他那大阪步调 不然他那种男人婆的样子和大大阪主义的性格 真的有时候会让人看得非常讨厌 我想这也是不少人不喜欢小春的原因之一 可是今天只要你能跟得上他的步调 你也能理解小春的性格 我想小春绝对是一个非常讨夕的人 那么讲到这啊小春能说的也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小春整体看下来就算把他称作为大阪的女阿良也毫不为过 毕竟这两人的性格和设定真的都很相似 差就差在小春不会为了贪财去搞事弹阿良就会 至于其他方面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小春身后 那人人都像是特殊醒世课出生的通天阁鼠了吧 不得不说这个通天阁鼠的设定是真的夸张到让人无语 我甚至觉得小春之所以会无法登场于一般级数 有九成九的原因是跟这个有关 因为这个鼠牵涉到了太多东西和问题 像是对大阪文化认知还是东西对抗什么的 不要说搞笑作品怎么会有差 我跟你各位说有时候真的就会有差 因为通天阁鼠的整体设定放到现在来说可能还好 但对当时来说真的都太过前卫了 所以也因此导致小春无法登场动画的这个说法绝对是可以有的 毕竟只要有小春就会有这个鼠的戏份 绝对不可能单纯就让小春登场 然后故意不演出他和通天阁鼠之间的东西 绝对是有小春就一定会有通天阁鼠 这两者密不可分 但还是得说是真的很可惜小春没办法登场动画 不然像是特别篇的世界第一警察争夺赛 要求要破万率100%的警察参加时 小春就有资格代表大阪府警参赛 且如果当时小春有参赛 那我相信阿良vs小春绝对会比阿良vs乐库刑警还来得更有看头 又或是特别篇2001年京都之旅未来篇 为了对抗便宜姐姐如果请来的大阪府警是通天阁鼠的人 感觉就又会更有趣个几倍 但可惜的是这些斗石梦话已经没有机会实现 除非就像我在早死那期最后说的有人愿意趁着这股怀旧风推出新作动画 那在按照现在较为自由的社会风气 我认为通天阁鼠的登场绝对实在必然 只能祈祷某天能够实现的哦 好啦那今天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有不够详细的地方还请尽量说错的地方 也请指教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我是首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